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歡迎大家參加古物古蹟辦事處的公眾講座 今天的題目是活化後的戰前堂樓,雷生春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林忠偉先生主港 林先生是香港建築師學會古蹟及文物保育委員會的副主席 他也曾經負責不少香港歷史建築的活化工程 林先生是一位很經驗豐富的建築師 他負責過的活化工程也包括雷生春這個地方 雷生春是一棟四層高的戰前堂樓 由九巴其中一位創辦人雷良先生擁有 雷氏卡族在2003年將這個建築物贈送給政府作為保育用途 而且也在今年列為了一個法定固跡 現在也活化成為香港鎮會大學中醫藥保健中心 相信大家都很想認識多些有關雷生春的歷史 以及背後的一些故事 現在事不宜遲 我就將時間交給林忠偉先生 有請 謝謝大家 我習慣站在這裏說話 很感謝大家 因為我其實有點奇怪 雷生春其實在我們做活化 都正在2012年已經落成了 有十年時間 今年剛好成為這個發展固跡 我也很奇怪 為什麼還有人有興趣聽雷生春 大家也有很多人去過 我想先做一些統計 其實這裏在這裏有這麼多人 其實有誰參觀過雷生春 另外有沒有人聽過我講託的 關於雷生春 還有一個 其實有很多故事 其實做一個保育不是這麼簡單 其實我也看到 就算做了十年 其實我們面對做保育項目的情況 其實都是差不多 現在面對這個問題 跟我們十年前 當然有些改善 所以今天其實因為我的角色是 為什麼呢 比如雷生春這個項目 就是我做建築師 其實我們除了建築師 我就是做了那個保育工程師 再加上那個室內設計師 還包括那個 我們叫做刑海人士 就是負責簽職 他帶了四頂帽子 最重要的帽子 就是差不多一個主導的人 因為我們下面會有些機電 結構工程師 就是另外一些專業 那是怎樣帶著他走呢 其實這個就給了我 很好的經驗 就是其實如果我可以 集這麼多角色一身 其實那些東西是順暢一點的 因為不用我問幾個人 才可能 拗一大輪 才決定做些什麼 基本上 就是很多東西我可以控制 我們一邊談的時候 就一邊介紹一下 這個樣子大家應該見過 如果年紀比較大一點 年紀比較大一點 年輕一點我不知道 或者不是住過區 可能沒見過 這個就是活化前的情況 所以為什麼我們做活化 跟今天的樣子差很遠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活化完 沒有多久的樣子 你看到其實整個是不同的 我看到這麼多年的評論 現在社交媒體也有很多意見 也有人稱讚有人談 有些人覺得 也不像保育 其實我覺得做保育 正正是這個問題 其實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而是你很難去定對還是錯 因為看你的角度是怎樣 當然我們如果做一個設計 我們基本上要遷就很多東西 比如說你的設計的概念 想表達什麼 不是說 最好 怎麼為之原汁原味 但是其實最大的問題 其實我們的理念就是 其實保育要做什麼 是要來當一個古董去看 還是要來真的用 所以現在我們的概念就是 其實我們是做一個保育 要來用的 如果要用的話 那要怎樣才能夠用得到呢 即是符合現在的 我們生活的要求 所以這些就是最大的挑戰 如果要看時間表 其實這個建築物是1931年落成 在2000年就變成一個 叫做一級的歷史建築 但其實一級的歷史建築 如果香港來說 其實都沒有一個法例上的保護 即是私人業主是可以拆的 不過只是一個叫做認可 即是說它的價值 我們覺得是高的 所以它變成一級 但一級隨時可以變成法定估值 到今年2022年就是法定估值 那麼法定估值的分別是什麼 就是它真的有條例去保護它 即是你不能拆它 即是要有什麼改動 都要入職去批 所以它的分別就在這裡 而它最主要就是它在2000年的時候 私人擁有的業主 已經是想捐給政府做這個保育 但是它要說到2003年才正式 即是大家可以談好所有條件 即是大家可以談好所有條件 即是給政府 當然給政府 其實不是讓他們重建 而是希望可以保留建築物 可以活化它的作用 但是那時候 你看到剛才那張照片 已經很熔爛了 所以在2004年的時候 就做了一個叫緊急維修 那麼有一個時期 如果大家記得 可能是2004至2009 或2010的時候 即是它在地盤開工之前 有一段時間 它也是站立的 但是你看到沒有人用 而且沒有這些新的東西 只是一些維修了的建築物 那麼其實為什麼等到這麼久 從2003年、4年到2008年 才有第一個叫做活化計劃 我們現在簡稱 其實現在在2007年 政府才開始改變制度 比如說以前不說保育的 我們也估計 因為天星皇后事件 香港人注重了保育 所以政府就順應民意 就是有一個叫做活化計劃 就是將政府擁有的歷史建築 將它活化 然後就交給一些非牟利機構 去做一個營運者 其實這個也是經過之前 有些如果看過歷史 就說之前曾經試過 它是交給一些商業機構 去做一些保育 就不太成功 所以最後就是給一些非牟利機構 希望它不是說 我只是為了賺錢 希望真的用保育的原則 去做好事情 不要每次賺到盡 所以變成了這個活化計劃 直到今年已經是第六、第七期了 這是屬於第一期的雷珍津 因為當時是要投標的 其實是所有非牟利機構 其實是公開招標的 即是所有非牟利機構都可以申請 但是你要給一個概念 譬如我真的投入這個建築物 我會怎樣用呢 我用來做什麼用途呢 是他們去選 最後就選了浸會大學 來做一個中醫藥的地方 然後就開工做了 做到2012年便結束了 而浸會大學為什麼得到這個建築物 其實其中一個原因 都是因為它跟中醫藥有關 因為以前雷生春 為什麼要雷生春 就是因為它也試過賣藥 也會再說到 而我們首先 我們做所有設計之前 都要做一個研究 即是在歷史上它有什麼重要性 在建築上各方面 在歷史上它屬於一個堂樓 其實它那個年代 例如31年代 它也有一個叫做賣鐵打藥的地方 其實雷生春就是一個招牌 等於永安公司 有一個大的永安公司 而它也都是本人 即是那個家族都住在這裡 在樓上 即是叫上鋪下居 就是下鋪上居 上面三層是它們自己住的 下面有一個店 是賣藥 而且它們還有一些位置 是收租的 所以這裡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歷史上 其實它也是一些 比如我們叫做購物房 或者是唐樓 然後也可以表達到 以前的生活 建築價值方面 其實它是… 如果我們讀建築就知道 但是一般可能 大家市民是不會分辨的 其實是看到歷史的進程 因為它有一個混合體 是一些過度 譬如我們稱為古典 我們稱為新古典主義 就是古代 你看到有些… 一會看到一些 有些像舊式的建築特色 再加一些新的建築特色 當然 看過年代 我們看到一個藝術裝飾主義 即是藝術裝飾主義 另外其實它最特別就是… 因為它本身有很多唐樓以前 就是一般很簡單的 即是沒有什麼設計 而這個唐樓是特意找一個建築師 去請回來做設計的 所以這裡也有一個價值在這裡 你看到我們怎麼分辨古典 或者什麼藝術裝飾 其實如果你看回這些圓拱形 有時候有什麼… 意大利色 或者什麼巴洛克色 其實有很多這些元素 還有以前有很多柱囊 還有一些圍欄 像花瓶的圍欄 還有一些圍欄 還有一些圍欄 還有一些騎樓 另外你看到雷生春的字 即是這個牌片 還有這裡有一支旗桿 其實這些是我們稱為Art Deco 即是藝術裝飾的風格 大概是一九二三十年代最流行的 再配合以前 其實我們看到就是 如果讀建築歷史 其實剛剛就是一個進展 比如說 由以前十九世紀 然後二十世紀初 然後就是建築特色的轉變 現在都沒有了這些特色 所以這個是他建築上的特色 然後就是社會價值 社會價值最主要就是 因為他是賣藥 雷生春真的有些藥 即是鐵打藥 然後就是連去到海外也有 即是他行銷海外 也都是因為他的家族 比如剛才說 是創立狗吧的其中一個創辦人 然後他的後人 其實也在這個社會上 也有很多貢獻 所以其實也在這個社會上 也有一定的價值 所以其實我們今次做這個活化 就是說 其實如何將一些 我們叫做 非物質 除了真正的建築本身之外 其實什麼非物質上的東西 可以承傳到 亦都可以讓多些市民 可以去欣賞到 觀賞到 所以其實為什麼就是 剛才說 為何執行大學 可以得到這個項目 就是其中一個 因為他是做中醫藥 以前是跟中醫藥有關的 而是中國的傳統文化 可以承傳下來 所以變成另一種承傳 除了一個建築物的樣子之外 另外就是他的用途也有相對的承傳 其實是很難找的 因為你看到現在很多活化計劃 例如舊的警署 他沒有可能做警署 所以變成大館 現在大館也不是警署 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你真的找回一個類似的用途 其實不是很容易的 這個設計有一個概念 就是 例如我們在新一代 例如年輕人 可能是2000年代出生的小孩 他們對舊的堂樓 可能沒有見過 或是很少 那些舊的東西 對他們來說是很新的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新的東西 而是我們今次的活化 其實除了舊的之外 還有一些新的元素 其實都是一件新的東西 但裡面包含了一些舊的東西 所以其實是新舊兼容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喜歡去歷史建築打卡 因為對他們來說是很新的 好過一個普通的商業大廈 那樣東西 就是覺得可能沒有特色 另外就是 其實我們也有些保育的原則 比如說 第一就是我們盡量去保留那個 硬件 就是它的外形 當然外形那些 我們不是全部都保留 我們其實要做一些研究 例如哪些是有特色的元素 我們要保留 哪些其實可能是後來潛建 我們要拆掉它 所以其實是怎樣補法呢 還有就是 那個新的用途 應該是可以吻合 跟建築物 譬如說 他本身以前是做醫藥館的 可以做回 或者 不會說 突然有些 做一個 Disco 做什麼 就是有些東西 可能要配合 那 盡量就是 將那些 他保留到那些 原真性 就是繼續保留 然後 盡量減少 那個 干預 就是盡量 如果 那些東西 可以不拆就不拆 可以保留就保留 那 因為其實最主要 我們有幾件事 是要做的 因為 就是要 現在的新的用途 就是說我們其實做保育 我們不是說 把它 凍結了 好像放在雪櫃裡 雪藏了 然後說我們怎樣做新的用途 但是 如果是新的用途 我們就有很多事情要想 第一 就是要跟現在的建築物條例 第二 比如說現在需要冷氣機 或者其他消防設備 這些是以前沒有的 所以 怎樣去 符合這些要求 而令到它不會破壞那麼大呢 其實這個就是考局功夫 所以說我們是 最少的用途 就是盡量很少加東西 不要加太多東西 盡量可以 還有一個盡量可以還原 那個叫做reversibility 這個就是說 如果你加了一些新的東西 可能你今天是有這樣的用途 但是可能到幾十年後 或者下一代覺得 這個東西其實是 今天的想法是不對的 我要還原它以前的樣子 其實可以做得到的 為什麼我們在損料 或者各樣的設計上 都可以還原性 稍後我會繼續說 就是說這些是一個原則 我們拿著原則去做設計 這就是幫我們做一些決定 其實做設計最難做就是做決定 而這件事是幫我們做決定 剛才說的 哪些要補和哪些不補 其實你看到那張圖說 這個是保育之前的樣子 即是緊急維修之後的樣子 其實也是只有一個石士籠 你看到一個籠 這個真的是它最大的特色 是要保留的 還有剛才的特色的位 例如一些弧形 或者一些招牌 水磨石 這些東西 譬如這些飄蟬 所以在設計上 這些東西是不能改的 不能拆的 而 如何可以保留這些東西 也不會給新的影響 這就是我們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至於再看多一些 例如裡面 它有一個騎樓 騎樓裡面 有些地磚 還有一些門 窗 天花 還有樓梯 以前這些防線 他們打了一些格格仔 有些舊的櫃 這些東西 全部都希望可以保留 但未必是全部都可以一次過保留 我們盡量保留 剛才說的就是一些前設 接著就是怎樣開始做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不是馬上跳進去做的 要做一些研究 首先我們要把 以前沒有舊圖跡 例如第一 沒有保留到舊圖跡 第二 其實舊圖跡 我們是找不到的話 我們要自己去量度 自己畫一次 我們畫到很細緻 例如尺寸 物料 在地上 以前這個位置 如果大家去過 這個是涼茶的位置 其實以前我們進去 收建築物 已經改了一個地板 地下已經做了紙皮石 而這邊 在現在的展覽位置 其實都是有舊的地磚 這個我們保留 但是這些紙皮石 我們是換了它 因為上同一 而且以前 在這裡有一個牆 就是這裡有一個舊 這裡要分開第二、三個舊 但是我們現在 如果你到現場 其實我們是打通了一個空間 所以變成這個新和舊之間 如何處理 我們要想 那些門和窗 都能量度 這些就是前期的功夫 例如剛才說過平面圖 那就是立面圖 其實四面的立面圖 剛才平面圖都是逐層畫 從地下畫到屋頂 因為這些資料 將來幫我們做設計 因為我們要畫施工圖 因為我們真的要建設 所以要讓那些承建商 在現場施工 施工人員要給施工圖 施工圖 要很清楚 每個尺寸 哪個位置是怎樣做的 所以這些最基本的要先做 我們要畫立面 然後下面有多少紅色的 其實我們要再放大來畫 即是那些店舖 這些雜 以前的廚窗位 其實我們都畫了圖 那些什麼物料 都分清楚了 其實頂部沒有拍到 其實還有一些窗 現在你現場可以看到 另外一些立面 有些放大圖 那些尺寸 或者那個造型 其實都畫得很仔細 這些就是後樓梯位 其實它是一條歷史樓梯 即是保留 以前只是一條樓梯 就是我們畫了一些 平面圖 否面圖 一些細部 就是畫了整條樓梯 然後還有一些花瓶 也畫了 這些地磚 這些地磚 就是在屋頂的 其實這個地磚 也很特別 你看到這裡是高於這裡的 這個位置 稍後會有些圖書 更清楚 其實這個位置 在下面的橙色位 下面是室內的位置 因為這裡 其實它是空心的 是用來做隔熱的 而這裡的騎樓 其實以前是打開的 騎樓所以不用隔熱 所以它就不用做隔熱層 其實這些都是傳統智慧 即是我們都學到的 因為在以前的 舊的歷史建築 它是沒有冷氣的 全部靠天然的通風採缸 那它們用什麼方法去做到 這些天然的幫忙 比如這些隔熱層 是很熱的 屋頂樓 大家也知道是熱的 又怕漏水 所以它很聰明 它加了一層 然後這些地磚 那這些地磚 其實我們都畫了 尺寸 因為我們遲些要再做 有部份地磚要做 因為這些難度 不能再用 那些 或者剛才說的 有一個店舖 以前是紫皮石 我們要換新的地磚 但是我們 那些地磚從哪裡來的 其實都要重新做過 重新做過的話 那些尺寸怎麼來的 就是量度舊的磚 做一模一樣 那些門 也是門的細部 這些是正面 後面背面 這些是浮面 如果我們要建築 就是建築 總之可以連門邊的位置都畫了 其實畫這個還有一個作用 就是一個紀錄的作用 例如我可能在建築工程中 因為我要活化 可能有些東西要改動 或者要拆 有些東西可能真的不存在 將來 那些其實我就可以有一些紀錄 例如這些櫃 其實這些櫃 我們都畫了 連花也都畫了 有些櫃其實我們是用的 為什麼用的 因為它沒有這麼大的地方 我們現在做了診所之後 根本沒有地方等這些櫃 但問題是 也不知道怎麼辦 當然也會放在櫃 即AMO也有些櫃 但問題是 如果有些紀錄 大家也有需要 可以知道以前是怎樣設計 除了剛才畫圖之外 我們還要用圖片的紀錄 即是照片 所以我們也拍了四面 即是前後左右的樣子 這是緊急維修之後的情況 你看到 全部都企鎖 但還沒有安裝玻璃 這就是當年 我們2008年的時候的樣子 這就是另外一些細部 即是走廊 接著是騎樓 接著就是天花 這就是天花 看上去的時候是怎樣的樣子 所以都一一記錄了它 這就是室內 以前是整容前的樣子 有些放了一些櫃 還有一些櫃 但你看到其實很窄 很窄 這就是天花 即是在裡面的天花 但如果我們做了新的設計 這些其實是看不到的 因為我們要放很多新的機電 譬如燈、冷氣、消防 有很多東西 其實我們要做假天花 遮蓋了它 這些就是門 其實這些門 稍後可以再說一些 其實這些門也挺有特色 其實中間的葉子可以開 這些可以通風 這就是地磚 即是不同的地磚角度 有些已經很殘忍 你看到這些 有些沒有拍到 有些已經換了別的地石 或者已經換了紫皮石 這些就是花瓶 有些是鐵瓶 有些是鐵瓶 就是後欄的地方 這些是剛才說的櫃 這些我們也沒有地方放的 但都是照相片做紀錄 其實紀錄也是一個保育形式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三級歷史建築 要給業主拆 很多時候政府都要求 不如你拆我 即是不可以反對你拆 其實在法例上 這樣就可能需要它做回 剛才那些 就是我們叫做 繪圖的紀錄 或者是涉免的紀錄 去做回那個紀錄 就起碼都在其他方面做了一些保育 即不是一個真的整個建築物的保育 而是一些紀錄性的保育 其實我們在開工之前 還有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要去監測整件事 因為做工程 我們很怕那件事會倒閉 因為那間房子都已經八十年了 那時候做的時候都差不多 所以有些我們叫做 監測的系統 譬如有些玻璃 如果那裡有些裂痕 我可以看到 如果再裂痕 那些玻璃可能會爛 所以變成有些 就是監測的工具 幫我們去做工程 那時候一直看著 譬如說有些沉降 或者有其他事 我們要早點發覺 這樣就可以早點停工 如果通常發覺有沉降 有滋滋 有滋滋 那我們就要停工去看看 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 然後看看怎樣去處理 不會說等到倒閉才知道 其實進去的時候 雖然他做了緊急維修 但我們再開工的時候 都隔了幾年 其實他有一些地方 我們再敲一下 其實是鬆的 譬如有些批檔 可能是緊急維修的時候 就這樣批好 但問題是沒有處理到 他真正的後面 是否真的吃得那麼緊 我們要逐個位去敲 敲到鬆的 我們要打出來 那些實的就保留 然後這些要再補回 譬如有些石屎 以前有些鐵條 因為好在這個建築物 就是1930年代 都已經開始盛行用石屎 香港的樓 因為如果你看 用這些記憶 香港應該是1910年代以後 開始就用石屎 應該是二、三十年代 就慢慢業來越多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歷史建築 例如南屋 南屋其實是更早一點 它不是石屎 可能是木的 就是那些樓板也是木的 所以好在我們這也是石屎 所以其實在工程方面 其實都幫不少 因為如果我們說建築物條例 我們要有防火的規限 如果是木的 基本上我們要加多一層防火板 或者甚至把木的地板 拆掉去做石屎 這樣會破壞更大 好在我們現在這也是石屎建築 所以我們只要補回 譬如說鐵生鏽 我們再拆掉 或者再換一條鐵條 然後再拆掉它 做那些維修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還有加這些 新的牆在上面 譬如我們現在的診所有間隔 你見到這些紅的位置 其實它可能在上面有一棵牆 即是它的樓板 其實它的承擔力不夠 所以我們要加一條鐵 即是鎮 即是鎮 等它的樓板可以吃到力 即是有些這樣的事情 是要做的 但可能做了大家都不明白 其實它也不明白 然後再說了 其實它說了用途 其實它的用途 其實它的用途要做什麼呢 其實現在大家都知道 在地上 其實這些圖 藍色這個就是它的室內 即是現在你進去 這裡有一個樑插船 然後這裡有一個展覽地方 然後這裡有一個升降機 然後再走到後面 其實這裡有一個 我們小小的叫庭園 然後旁邊這裡 就是有一條樓梯上落的 那樓上這個就是橙色的部分 就是以前的騎樓 那騎樓就是現在用來 在一樓其實有兩個用途 這邊就是要來等取藥的 那這個位置就是執藥的 而你搭升降機上來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接待柱 然後後面也有些 這個位置 這間房間其實是用來煲藥的 所以昨天這裡也選了間房間 因為不夠用 所以這裡也選了間房間 所以這裡也選了間房間 樓上就是這些診治的地方 然後這裡也選了間房間 不夠用 這裡全部都是等的位置 等的位置之餘 其實我們也選了一個 展示的空間 如果你去過 其實每一層都有一個主題 比如一層是說中醫藥的 一層是說涼茶的 一層是說保育的 每一層都有一個主題 所以基本上這幾層是差不多的 然後就是這個屋頂 屋頂 其實我們有一部升降機 然後這裡有一個天台 還有一個花園 其實它是放了很多中醫藥 草藥一盤的東西 然後這邊我們放了一些機電的東西 稍後會說到 基本上這個佈局就是這樣 還有我剛才說 這次的保育最重要是保育的 就是保育它的外形 因為大家 其實很多人沒有進去 因為以前是私人住宅 怎麼進去呢 所以基本上 我們做保育 很多時候都是看外形 而它第一就是 剛才說有幾個特色的東西 就是我們看回舊的圖片 其實它有一支旗桿 但我們接收的時候 那些旗桿已經爛了 我們之後再做一支新的 但這些新的跟舊是不同的 因為舊時那支是怎樣 有些鐵枝 然後那邊就用鷹泥 然後再做一些 洗米石 那些上海批檔的東西 但是現在 因為建築物條例 是批不上的 因為計算不到 力學的數 所以這裡是用一支鐵的去代替了 雖然說 不是原汁原味 但也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是不容許 用傳統的方法去做 因為是不合理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有這些矛盾 一方面是想保育 原汁原味 但問題是 在另一方面 就是建築物條例 令我們做不到 這就是意大利的批檔 這張照片 你看到一塊塊 深淺很明顯 這其實是剛剛緊急維修之後 我們看到的情況 但當然我們覺得 因為它的相差太大 所以我們會再做過 找師傅 怎樣做 其實這些都挺考人的 因為它這些是用色粉 有顏色的英泥 加上一些石米 然後再磨滑 所以我們看到這叫水磨石 就是這樣 它是很滑的 水磨石 而我們要怎樣做呢 我們首先要去配色 即是我們要試一下 一些細小的板 先做一些細的板 然後去現場去拼 看看究竟是不是差不多 如果是差不多 然後就去現場 找個位 即是不太當硬的位 先做一次 即是細小的位 先試一次 如果不行 可以拆掉再做過 這樣看得不錯 再大手做 現在這個組成 雖然你細心看 也有差別 因為始終 新和舊的物料 你不可能是100%的 還有 有時候 我們看那個位 很多時候 你大手做和細有些不同 所以其實我們覺得 這個已經是一個可接受的 當然你遠看 你其實不太覺得 近看你才會覺得 我們也有一個說法 如果是新和舊 如果可以分別出來 也好 因為你知道 原來這些是舊的 這些是新的 知道原來這些是補過 其實也是一個教育意義 所以有時候 我們寧願感到好過 不如把它剷掉 重新做過 有時候就是兩個理念 你究竟要走哪條路 其實理論上 你可以拆掉它 重新做過 但問題是 我覺得 因為這件事 就算 在這裏都幾十年了 你沒有理由 為了這些小小的東西 而拆掉幾十年的東西 我寧願讓人看到 有一塊塊的東西 這就是廚窗 廚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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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們接手的時候 是這樣的 亦都是 這裏是 它旁邊的顏色 都剝下 還有兩塊排片 我們都安排了 整理了 整理了 細心看 這個位置 是爛了 是補不回 我們都會有它 我們免得做個假古董 這個便是有它 這些鐵集 我們都翻身了 其實 剛才說的設計 概念 最重要的是 因為 唐樓本身 你見到 這些是一個個洞 這些是後來 因為不夠位置 有人封了窗 變成 由室外 變成室內 所以你要還原 其實還原些甚麼 我們就說 我們還原以前的通透感 就是 其實以前的騎樓是通透的 所以我只看到這個石屎廊 其他應該是通透的 所以這個是 一個原則 就是 我們接下來 怎樣去做 所以這個就是做了出來的樣子 你見到 其實整件事 都要盡量通透 當然 你剛才會解釋 為何會有玻璃 而且 你感覺到 這裡是凹了 這些位置是凹了 你見到 其實有一個前後的感覺 所以這就是我們最重要的東西 還有 這個位置 我會再說 這個位置其實在後面有些東西 但我們都縮後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原則 就是我怎樣去 這個原則是令到我們多了很多事情要做的 因為怎樣令到這裡的室內 盡量收起來 還有這個盡高 還有這塊玻璃 看起來像一塊一樣 盡量少東西 這就是我們要研究的地方 還有剛才說 為何要做這塊玻璃 如果不做就更好 其實因為有幾個問題 第一 這個藍色是以前的室內位置 室內位置很小 只有七百多尺 八百尺 而外面的騎樓 有成千尺 其實外面比裡面大 其實他們是不夠地方用的 即是說 其實只是靠藍色的地方是不夠用的 第二就是 因為現在這個 唐尾道和荔枝角度 其實是很吵的 很多車的 所以如果做診所 其實就是 你聽診 或者醫生看病 你很吵就不太行 還有就是說 其實他除了 除了他還有很多塵 因為你的車多 很多塵 所以其實都不太好 還有就是說 當然就是 你如果沒有玻璃 你會撇雨 雖然你說有個騎樓 但是也打風 什麼撇雨 還有就是說 你控制不了 因為現在我們要 要冷氣 或者要抽濕 要一個行溫的地方 如果你要做一個診所 或者一個醫管 其實裡面都要行溫 都要什麼 其實你是控制不了那個 濕度和溫度 所以這個為什麼 我們要加一塊玻璃在這裡 讓它這裡變成外圍呢 剛才說 為什麼我要加一塊玻璃 為什麼不實行 實行 實行就等於以前加一個窗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說 剛才那個原則 就是我要盡量通透 不會做到這些 一格格 或者這些 打光 所以這就是 我們要去處理的問題 因為 我們做法如何呢 第一 就是我要把玻璃 但我要縮後 把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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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後 讓它不要太當眼 第一 第二 就是中間 其實我不會有一些 窗框 而且 你看到這裡 這張圖 看得清楚 其實 這裡是兩塊玻璃 因為這個太大 你根本無法安排 而且只能安排 一塊 那裡是有兩塊玻璃 但這個位置 其實是很微的 你看不到 其實它有一個 你看到後面就知道 你後面的房間 其實那個玻璃 就是一模一樣 你看到細心一點 看得到 兩塊玻璃 中間有一個隙間 有些窒膠 透明 你不覺得眼 所以這裡 我們用了這個手法 先做了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這些玻璃 都要站著 即是它不會自己站著 有一個鐵籠 有東西夾著它 所以鐵籠 藏在這裡 在這裡 和這裡 其實這塊玻璃 有這個鐵框 一框 一框 它靠上下左右 去吃力 然後這塊玻璃 都是要透明的玻璃 或者要再通透的玻璃 因為其實 我們做工程 我們要分辨 普通玻璃 其實是偏綠色的 有些我們叫超白玻璃 是它沒有了雜質 令到它其實 會更加通透 所以我們用了一個 叫超白玻璃 去做 而這裡 這裡有兩格 是怎樣呢 其實下面那一格 其實這些是可以開的窗 是要來維修的 因為 剛才我們說 這個縮口的玻璃 其實下雨是可以進來的 即是可以進來 在玻璃和蘭河之間的縫隙 其實我們做了一條 許水渠 但問題是你也要維修保養 其實這裡是可以開的 這裏就是工程 即是我們要燒汗 其實這裡有兩條柱 其實為什麼有兩條柱 因為它要細心一點 就是它上面有條陣 打橫的 即是原先有條陣 我們就在兩邊 找一條鐵通夾著它 剛才說 因為我們說 我們要一些東西可以還原性 其實這些鐵和玻璃 都可以拆走 你可以還原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選擇這些物料 就是因為它可以還原 而且它還是比較輕 因為鐵是比碩士更輕 這裏就是整理完之後 整理完之後 你會看到 這裏有些座椅子 其實下面的窗子可以開 開了之後 人們可以鑽出去 可以做一些維修 然後你會看到這些柱 這些柱 其實就是新家的鐵柱 中間這裡其實是空心 是玻璃 然後上面其實有一條陣 飛過 如果細心看 有條陣在那裡飛過 其實就是這裏有兩邊夾著它 然後這個天花 待會再說 基本上就是 其實這個就是這樣做出來 所以在外面才能看到這麼通透 而這個第二件事要處理 就是那些機電 機電其實是很麻煩的 因為它又要什麼呢 就是要消防缸 因為要加消防東西 其實消防缸也很大 最初做過一些研究 就說會不會放在地底 但是地底 因為要挖 都很難 因為地盤實在太小 施工也有很多困難 最後我們都決定放在屋頂上 待會就會再說一下這個屋頂 另外還有我們要放什麼呢 放在冷氣機 這些其實是冷氣機 但是其實你在外面是看不到的 你在街上看不到的 例如這張圖顯示了 你在街上看上去 就剛剛被這棵高的牆遮了 那麼冷氣機就在這裡 而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我們利用了它本來的高度 因為它本身外面 沒有看到雷生春的牌片 寫著三個雷生春的字 其實它也很高 那旁邊的也有1.5米 剛剛好就放了那些冷氣機 在這裡之後 它在下面是看不到的 那麼這裡我們在後面做一個遮擋 但是在外面是完全不太看的 因為視覺問題是斜度問題 所以你是不多看的 那麼這個就處理了這個基地問題 那麼這些做保育 經常都會遇到的 即是怎樣擺放冷氣 怎樣擺放什麼 那麼其實各個項目 都是有這樣的問題要處理 那麼所以我們要因地制而 即是在每個項目 其實本身它有什麼地方可以擺放 也都盡量在不當眼的地方擺放 那麼這個就是剛剛做出來了 那麼這個就是 其實剛剛說的另外 一會兒再說就是 有部升降機上來之後 其實這裡還有一個頂 那麼這個就是剛剛說的冷氣機位 所以你看到這塊東西 剛才我說這塊東西 其實就是這塊東西 但是我不告訴你 其實不知道是這個建築物裡面的東西 你以為是旁邊的 或者是後面的東西 那麼這些就是我們要做的東西 總之新的東西和舊的東西 一定要分得開 還有盡量就是新的東西 不能搶掉舊的東西 所以其實舊的東西反而是主角 所以這些比我們做一般的 叫做裝修或翻身工程更加難 因為如果舊樓翻身的東西 不是保育的東西 其實任何怎樣做都可以 我需要不理會它 要顯示這個位置 我怎樣要開這個洞 讓人看得通這裡 其實任何做什麼都可以 這個是放一塊東西 騎在這裡 這樣沒有人理會 其實是普通的建築物 但是現在最重要的是 我們怎樣去顯示這個石屎廊 這個才是主角 其他東西全部要看不到 看不到更難看得到的 其實這個比較近一點 其實之前是雜草重生的 我們也加了一些東西 例如太陽能 這些其實都是示範作用 真正來說 其實它不可以發到多少電 不過有些示範作用 然後它放了很多植物 在上面另一個角度看 剛才那些冷氣機 都放在這裡 然後這邊 其實這個就是 它本身有一個樓梯 在下面走上來 以前它本身有的 就是這個位置 你會看到還有一個 叫做什麼 煙通 以前其實下面這個位置 是廚房 有煙通 煮藥 各樣東西都有 但是後來現在 我們都沒有廚房 因為第一 不需要廚房 第二 我們需要加一些 叫做 雙殘人士用的廁所 所以 拿出來這樣用 這樣就沒有廚房 這裡還有一個 建築物條 有些叫做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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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嚴重 其實 這條樓梯 是它原先 裡面 就是歷史建築 那條樓梯 它有一條 難可 但是難可 你看到這裡做什麼事 在這裡試夠不夠力 即是說 那些人知道 會不會倒下 其實我們覺得 怎麼會倒下 不過 見到物條例 一定要 規定 要受到多少力 我們都要照 去 試一下 現場 它是不是真的 承受到這麼多力 它承受到 我就不用再加固 好在我們承受到 我不用再加固 否則 可能要拆除 再加一些東西 其實這些 我們很多時候 做其他歷史建築都要的 即使是大管的樓梯 都加了 加後 加粗了 加後 不過你不覺得眼 我們幸好 這個情況 就不用了 另外 這個 其實也是 因為現在 看到物條在 你看到這裡 是高一點的 這裡是低一點的 這裡 我們不想在這裡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 初頭我們的設計 就是想要加條 在後面加條 橫的東西 就釘在牆上 但是 屋宇署說不行 因為 這幅牆是磚牆 他們計不到數 不知道怎麼計算 所以 我們就說 不如這樣吧 因為剛才我們說 橫色的磚 不是有些 叫做 隔熱的 它是高了出來 一點點的 我們把它 割開 它 它便坐下 然後我們再加些 盆栽 那些人 那些人便不可以 走得這麼貼 如果不走得這麼貼 他們便覺得 這樣好 即是夠安全 就等於好像做到 一條磚牆 是這麼高的 磚牆的一樣 功能 所以就不用我們 加一條磚牆在這裡 所以這個也有一個方法 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一走 後面看上來的時候 其實你就不會覺得 有些東西加在這裡 即是可以保留 原先的原汁原尾 所以為什麼 我們剛才說的 設計原則 如何去 在工程上 如何去運用呢 其實就是 拿著原則 盡量減少干預 盡量不要拆東西 盡量保留原汁原尾 就是用這些手法去做 這個也挺有趣 這個閘子其實是一個閘子 其實晚上可以這樣關閘 這個閘子是一條樓梯 在樓梯上來 然後關閘 如果晚上沒有人 就不用怕人掉下去 我便關閘它 就可以一鴨兩吃 剛才說回 還要加電梯 加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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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是說 盡量可以在外面 不覺眼 比如你看到 在這個位置 你不覺我加了一些 新的電梯 那樣東西 因為電梯通常有一個 會活高出來 那怎麼做呢 其實這個就是 我們要搞一條樓梯 加一條走火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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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本來沒有位置 但幸好 因為這個位置 本來是一個廚房位 那廚房位 其實現在沒有用 那我們就是拆了這個廚房 也沒辦法 因為其實我們都希望不用拆 但是問題 因為結束物條例 我們一定要加一條樓梯 所以唯一一個位置 簡單來說 其實這個更複雜 其實是要加兩條樓梯 待會再講到 其實加這條樓梯 你想想 我有哪個位置加 一旦就加裏面 但是加裏面 我這裡已經很小 我怎麽要加裏面 這些位置 全部不能加 因為下面 在地下 是騎樓 是行人路 你在行人路中間 沒理由加一條樓梯 頂著人走 這不是你的地 所以唯一可以做的位置 其實就是要是在裏面 要是在外面 要是在外面 這個庭院 以前他用來洗衣服 浪衣服 那些煮菜 那些食物 但問題是 如果頂著這個背脊 如果要加一條樓梯 在這個位置 可以頂著這個窗 或者頂著這個騎樓 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 想來想去都沒有位置 你都會破壞了外形 所以剛才說的外形 最重要的是 我們一定要去避 所以唯一一個位置 我們可以放在這裏 但是因為這樣 我們要犧牲 就要拆除這個廚房 就是這樣 其實剛才說 還有一個考慮 就是因為現在 新的建築物條例 我們需要兩條走火梯 而這個位置 是一條舊的梯 其實不是一條 現在符合建築物條例的梯 是很厲害的 那怎麼做呢 因為我其實可以 一個方法就是 拆了這條梯 建築那條新的 但問題是 歷史建築那條梯 也挺重要的 我沒有理由拆了它 我們用了一個 我們用了一個 廚師建築物條例 其實有一個 現代的科技沒有 電腦 我們有一個電腦模擬 而是說如果真是火災 如果這樣說 我把這條梯保留 但它保留 其實人們都可以用 如果真是走火的時候 都可以走到人 不過可能就是 可能不可以 這麼短時間走這麼多人 因為它的級數又高些 或者它有些東西又不適合 但是最後政府都給我們 計算一個 打個折 譬如說這裡有幾多折 即是說本來是走一百人 我預計你當走五十人 接著這條是新的 這條就符合了建築物條例 我們就做一些電腦模擬 如果火災的時候 譬如說這個位 可能是 這裡本來是一個走火 這樣走出來的 但是這個位 如果真的要著火 這個走不了 如果要靠這邊走的話 那我要走多久才走得通 那這裡可能要走 這樣走出來 你會看到有隻門 這樣會穿出來走回來 你會看到這些綠色的位置 其實我們要加一些防煙幕 其實火災最害怕的是煙 那些煙 那些煙呢 其實怎樣令煙沒有走得這麼快呢 其實就是說 我會 平時你見不到 會縮在天花上面 那些火災有個警鐘的時候 它就會下來了 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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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地兩米左右 那它上面 中間有個空間 有個間隔 那些煙就會在這裡 就焗著在這裡 即是不會這麼快 立刻會過了旁邊 那它可能焗到它 儲存到差不多 儲存到再低一點 才可以過了旁邊 我們做了一個研究之後 政府也接受說 我們可能 我們只能夠有五十幾個人 在同一時間 在地下以上 其實也有幾個要求 第一就是我們都近消防局 在正邪對面 第二就是因為我們那個運作 就是地下 我們是 應該是安全的 因為地下 其實你有什麼火災 你走到旁邊已經走到 那是樓上一樓以上 因為一樓是要來做 這個 有一個叫做接待署 接待署其實它可以登記人數 以及要預約的所有 它便可以控制到 多少人在上面 即是不會說 一會兒政府最怕的 就是批了你的職位之後 然後你不聽話 譬如說 如果它批了你 只准五十人而已 然後你又沒有染雞籠 有一百人在上面 那到時有什麼事出事 那誰負責呢 那大問題是 因為我們現在的運作 就是說 我真的要登記 我真的要預約 就算現在 我們去帶隊去走 這個雷生春都 都是限制了人數 比如說我最多一次過帶二十人而已 所以其實是有這個控制的 有這個管理的 所以變成政府就肯 讓我們去保留這條歷史的樓梯 只是加一條新的走火梯 其實以前這個位置 是一個小小的露台位 我們要戒掉這個洞 這個位置是新加的 整個東西都是新的 這就是剛才說的 是怎樣模擬走火 接著就是開工 其實這個位置是很窄的 要做地基 其實最主要是保育原則 就是那個結構一定是獨立的 你不能說 你站在原先的歷史建築 借力 不能借力 你全部的東西都可以分開 有一個好處 第一 你如果有些東西重了 你不會摺進去 舊的建築物 它不會倒下 第二就是 如果你想還原 但是拆掉那邊 就不會影響新的舊那邊 所以就是這個做法 這個就是過程 這個樓梯要輕 而且要拆掉 所以我們用鐵樓梯 這個就是整容前 這個就是緊急維修之前的照片 已經很溶爛爛 你看到這個位置 其實剛才說的 就是這個位置 本來這裡有些難可 我們戒掉它 接著再加一個新的樓梯在旁邊 這個就是整完之後 你看到就是剛才這樣 所以你看到這些 很明顯看到 是一些比較輕的鐵器 雖然它是咖啡色 其實顏色跟門窗相配 但是問題 你也看到這些玻璃 新舊是有少許分別的 細心體 還有這個位置 這棵牆是一個防火牆 因為我和旁邊的樓梯 其實根據建築物條例 是需要隔開的 以前是沒有 現在要 那這棵牆 我們就利用它 放在它 那個招牌 就不會大學 那個爐生春堂的招牌 那些招牌 又是一鴨兩吃 我希望有些位置 可以盡量用多些 這是另一個角度 剛才說 就是這個位置 會割開它 變成這樣 這個就在下面 看上去 你看到這塊全部都是新的 這個剛才是樓梯 接著要駁進來 這裏切開一個洞 然後進去 幸好這裏有一個門 我們可以用這個門 就像這些門一樣 這邊其實是 這邊不合理的 你看到這裏是高一點的 這裏是低一點的 而這裏 其實要合理的 人們走出來 就要起到這麼高的 但是我們說 因為很窄 而且沒有什麼用 所以我們就是不讓人走出去 不讓人走出去 不讓人走出去 我便可以保持圓周圓尾 所以有些位置 參觀保育的項目 有些位置是不讓人走出去 或是不讓人走出去 有時候就是因為這些情況 這些細部 這裏都是新樓梯 但是設計 我們盡量說 建築語言 有些古典味 設立建築物 這裏就是我們做電梯 就是要做一些地基的東西 這個電梯也是新的 但是問題是 你看到外面的地磚 這些就是外面原先的地磚的樣子 但是這些位置 其實我們都做過新的 但是裏面的設計 都是有一點參考 又不是一模一樣 我們都希望 不要人覺得是舊 因為整個都是新的 但是新得來 亦都要設立舊 所以剛才那些保育原則 就是說 這些新的設計 如何和舊的吻合 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新舊的建築物 所以你看到有些很多鐵器 雖然是 和木的差不多 我猜猜是古銅色 但是也是和木的差不多 這個就是 上面的升降 這個升降到屋頂 這裡本來是一個 就是後欄位 這個就是我們拆了一塊牆 就做了一個圓林 這裡其實是開多一個門 這裡其實現在就很痛 不過很多時候 因為保安問題 現在都可以關掉 但是其實當初的原意 就是希望 那些人可以自由在這裡出入 而且你看到這些地下 有一點點 其實這些就是 商殘士用的那些 其實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其實在前面 我們是沒有位置讓輪椅入 因為如果你細心看 前面那裡 其實它建了幾級 因為它之前 我想它的地下是填過 以前它可能收路 那樣的東西 就是水浸 填過地下 其實在那邊 應該是荔枝角度那邊 應該是高於裡面 所以你記得我們要走上一級 因為怕水進入 然後再下兩級才到這個水平 那這個水平呢 其實它之前有一個圍牆 那這個其實是套進去大概幾寸 那我們將地台升高了幾寸 所以變成平出平入 那就是不用做一條斜的通道 那些坡道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其實你看到這些石 石和石之間的隙子 其實是故意留下來的 那些垃圾 因為這些垃圾 其實是可以在這裏走到下面 才去走那些水 所以這些有些細節的想法 那盡量將這東西簡潔一點 那這個就是剛才提到的庭園 那裏有些人像 其實這裏你看到 在這個花槽的位置 應該是大概這個位置 其實是有塊石 如果你有機會看到 這個石怎麼來呢 其實就是那時候 我們拆這個位置 拆這個廚房位置 做這個樓梯的時候 是廚房的入口的門 那裏有一個門競 門競的那塊石 那我們覺得 不要丟掉它 浪費了它 那就放在那個花園那裏 那這裏是另一個角度 室內設計 其實原則是 我如何在這個樓梯 盡量看到這個天花 盡量高的 在外面看出來 是看到這個門的 所以很多東西 去收起它 那這個圖 就看到 如果你有機會去看 其實那些門頂 本來是一個玻璃 那我們這裏加了這些白葉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把所有基電 放在裡面 裡面的樓底是低了 所以剛才說 其實那個天花 我們是看不到的 基本上就是 因為我把所有基電 盡量放在裡面 接著 就在外面的騎樓 盡量高 在下天看進來 盡量看到騎樓 而剛才說 有些出風位 我就用這個位 就是放在這裡 放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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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出風位 在外面看不到 有些喉 因為我們一般的做法 就是把喉放在外面 那這個天花 就變成低了 你便看到這裏 放在這裏 就變成看不到 原先的騎樓高度 和寬度 還有天花 因為我們要做假天花 因為它還有收到很多 譬如說 我們有些 叫做花灑頭 各樣東西 還有吸陰 所以變成這些 吸陰板 有些花灑頭在旁邊 還有一些 叫做 煙頭 譬如火災時有煙 它會感應到 它會響 這些是可以拆得 reversible 即是可以隨時還原 這個就是地板 剛才所說的 這些是新的 這些是舊的 為什麼這些是新的 因為以前已經爛了 甚至改了其他物料 可能是紫皮石 我們就重新做過 要找一個舊的 將它堵帽 然後再從工廠裡做過 再鋪 再鋪 這些應該是從大陸 做了 再運下來 安 現在 你現場看到 即使是原先的 有些地板 有些是裂的 有些是爛的 有些是鬆的 其實我們也有它 因為我們有一個設計理念 就是它整個建築物 會隨著時代去老化的 會 但是我今時今日 它還沒爛 或者裂了 也好 它還沒鬆 我也保留 它有一些歷史感 但是 如果它真的爛了 鬆了 要更換 它會再換一些 好像這些 可能你看到不同年代 也會有不同的 但都是那個設計 這些就是門窗的修復 剛才說過 這個門 其實這一掩 其實是晚上可以開的 不是 我們估計 晚上的時候 會關上門 因為防盜 但是要通風 這個門 可以關上門 但問題是 好像一個小窗 這樣可以開 這個其實我覺得 都是一些前人智慧 我們覺得 都挺聰明的 當時的人都 然後這裡 因為我們要 保留這隻歷史的門 但是 這些診療室 你也要有些私隱的 所以我們寧願 加上新的門 好過它用這隻門 經常動它 很容易爛 亦都可能 防不了聲 或者 鮮密性不夠強 所以我們也寧願 在裡面再加上新的門 這些就是 亦都要復修一些排片 以前 舊的排片 都要找人收拾它 再放上來 這些天花 其實也是後期發現的 因為我們緊急維修的時候 你看到這張照片 其實天花是沒有金線的 但後來我們看到一些 舊的照片 你看到一些金色的線 在那裡 這些舊的照片 所以我們後來 加上一條金線 但是你只能在地下 那一層看到 因為樓上的 剛才說的 我放了一些機電 已經遮住了天花 做來都沒有意思 所以現在 在現場 你留意 在地下 看上去 就會有一條金線 在地下 維修的時候 已經拆掉了 這就是我們緊急維修之後 收到牆 剛才說的 有一條牆 遮住了 現在這個位 其實就是 賣涼茶的位 它是有一條牆 間開了 但做完之後 我們通過它 就可以看到後面 這條大門 剛才說的 這裡有幾級 所以輪椅是不能進來的 它要靠後面這個位置進去 所以很多時候 要看地形 再去想一個設計 這就是樓上 就是整容前 整容後 這就是一樓的接待柱 這就是外面騎樓位 所以你看到地磚的 我們都盡量保留 這就是整容前 這就是整容後 就是診療室 地磚也保留 天花那裡 其實我們盡量都放在這邊 這裡其實你也看到了 一點點 所以你看到 剛才說 這裡是一鴨兩尺 它除了放在這邊 之外 還放在騎樓那邊 所以盡量集中在這個位置 盡量這些位置 可以偷空 看到以前的原汁原尾 這個騎樓位 剛才看過類似 所以其實你看到 這裡有些展覽品 即是說 你等待的時候 都可以看看 然後 只有少部分的機電 會放在這裡 在門頂 然後這裡盡量抽高 就是有一點點天花 盡量保留 高度和寬度 你看到這些櫃 我都不會上到頂 即是來到這裡停 讓它有個感覺 就是 其實那一幢牆 是在後面 就不是 讓它 看回以前的牆位 在哪裡 這個是這樣 其實如果你再去留心 但是有機會去參觀 這個位置是斜的 因為以前 其實這個騎樓 是沒有蜜蜂的 沒有蜜蜂 其實水 遇到它撇雨進來 水是這樣斜出去的 所以其實以前 有些地方 你看到一些喉 即是一些去水位 其實有一條渠在那裡 其實如果在現場走 你感覺到 這個地台是斜的 不是平的 那些就是 其實我們做了這麼多事情 其實都希望活化它 可以有重新的活力 其實我們都看到 其實我們做這個集 才發現 其實有個 不知道在這裡看到 有個名字 就是以前在附近 深水埗 不知道哪間店裡做的 這個集 有些歷史痕跡 其實現在很少見 因為平時 你如果去是遮蓋的 其實它原先是有個 在大門裡 有個很漂亮的招牌 在那裡 如果你特別要開 它現在是有塊木板遮蓋的 要保護那塊玻璃 要開了塊木板才看到 那就是 其實做完這個保護之後 其實說了十年 其實是怎樣呢 我們當時做這個保護 就是希望它可以把 我們叫做周邊的環境和倫理 還有為什麼 那時候 浸會大學 找這裡做這個中醫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裡 其實根本上附近 都有很多中醫 那時候也有個 什麼的 有個擔心 就是那些中醫 就怕雷生春開了之後 要搶他們的生意 那是有人反對的 那我不知道現在為什麼 但是也有些報導 就說 因為雷生春開了之後 所以有些新的中醫 就在附近 就是來這裡執業 可能叫做成行成市 那樣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好的影響 就是說做了這個 除了建築物本身之外 對周邊環境 那現在其實都 就是我們說做保護 其實是除了保護建築物之外 也有很多不同的價值 譬如說 可能多了人 認識以前歷史 多了遊客去欣賞 或者 就算香港自己人也好 或者外地人也好 那來這裡也有多些東西看 那也有些成全中醫藥 所以很多東西 就是說 不是說 只是計算錢 所以其實都 有時候 有時候 一些人 現在的概念 都開始有些改變 因為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第一期 做完之後 其實都有很多 私人的發展商 或者是私人業主 都會做保育 比如做什麼 黃都戲院 就是 不是政府 只是政府做 或者私人機構都會做 那當然 要付出一些代價 這就是 這就是 如何承傳故事 將舊的 變成新的 另外 可以繼續承傳 你看到 這些柱 其實我們也 專門留下一些痕跡 不過這些 我們預計 慢慢會 淡化 但也是一個盡情 我們覺得 沒理由洗白 你看到這些 就是以前賣燈 的 燈色 這些字 就由它慢慢 飛出 那你記得 就記得 不記得 就有新的 看法 所以 基本上 我今天要介紹 這麼多 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謝謝 林先生 很精彩的 如果有興趣 提問的 現場觀眾 都可以舉手發問 我們工作人員 會有 適合麥克風 給大家問一個問題 網上的觀眾 也可以用 Zoom的問答功能 去發問你們的問題 看看現場有沒有朋友 想有些問題 請問一下林先生 很感謝你精彩的演講 那幾條柱 好像以前的舊樓都有 請問那幾條柱 如果表面看似麻石一樣 是的 那其實它實際 是否 裡面有沒有 R.C. concrete 或者 應該沒有 因為傳統來說 你見到很多 舊的麻石柱 其實你見到它都是一截截的 一塊塊石 即是石森的石 但它應該在中間 有一些筍口位 即是它一件套一件 我見過有些舊的照片 可能有一塊塊石 有一個洞 然後有鐵 然後又插另一塊石 即是中間應該有一個筍位 可以再插 但因為我們不能打開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實際情況如何 但一般來說 有些做法就是 它可能靠自己的重量 就是靠自己的重量 有些我見過有些人 有些人有小損位 讓它沒有那麼容易 即是它是受力的 是的 因為其實以前 老實說 傳統的建築 都是用石砌的 即使香港也好 外國也好 其實香港好在 以前是出麻石的 即是香港很多 石礦場 然後還運到大陸 或者到處 所以其實 這些其實 我想在當年來說 都是很平常的做法 當然 你說現在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技巧 可能失傳了 我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好嗎 那個地基 好像沒有什麼事 對嗎 就是不會有座 或者側座 是的 很幸運 因為我們其實是 做地基 因為我們看到 我們加上升降機 在中間 其實是會穿過去 一些地基 因為它的地基 其實它的地基 是怎麼說 它通常地基 會肥了出來 一些 譬如說 你有牆 然後下面有地基 或是有柱 地基 地基是比較寬 因為它的力 會射到泥裡 我們開地下 用來製造新的升降機 時 其實是看過那個地基 即是有地基 即是它有沒有打樁 其實沒有打樁 因為它這幾層樓 就不需要打樁 而且它應該這個位置 我記得是 其實我們有幾種做法 如果我們做建築 有些叫做 spat footing 即是靠 本身 它下面有一個 比較肥的地基 可能是石士或石 然後就是 靠著泥本身 可能是實底的 或者有些地方 如果是石底 就更好 你記得 大家不知道 有沒有去過PMQ PMQ 可以在一陣子 看了地基 它有很多 用石條 砌砌砌砌砌砌 當然它那個年代 就是這樣做 但這個年代 它始終都是 用石士的年代 所以它的地基 都是用石士 倒出來 但是就肥一點 我們其實是 割了一點 因為 在我們做電梯的時候 它是頂著我的電梯 因為那個電梯 一直上直下 它要再低個地底 因為它要 要凹凸一點 那麼 它是我們 會割了一點 那個 現存地基 那些只是一個很小部分 我覺得也沒有辦法 要不然我做不到這部電梯 我看到你裝修之前 那裡好像很漏暴 就是裝修前的照片 是的 那它以前是 是不是荒廢了很久 是的 因為如果 聽他們的紀錄 就是說其實 其實是 因為 那個屋主 雷先生 應該是四一年 好像日本人 打香港 之前 不是 之後 那些後人 都在那裡住 那住到六七十年代 就陸續搬走 然後就 被一些親戚住 然後 最後就 刁空了 所以其實你看到 剛才那張荒廢的照片 都應該是九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 那些照片 那些照片 就是 那些照片 那些照片 可能家族 你知道 多人不同意見 那些照片 可能有些人 說要維修 那些人說 不肯出錢 都還沒停 那些照片 所以 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就是 就是 那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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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些照片 那些照片 就是 那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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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這樣的 我們做工程 其實 兩個 美� replace 那些照片 也可以 那些照片 做普通工程 就是 建議 那 那 香港 不少保護 但是 其實 有些 政府 建築物 也提供 instructional 那 你看 那個 譬如你做過保育的成見商 你可以進入那個名單 我們都是在那個名單選擇的 譬如我們要招標 譬如我們招標找一個成見商 但是成見商未必一定 他本身是做保育也可以 但是他要拍一個 做保育的成見商一起做 如果他沒有 如果他自己一個人做得完 就一個做得完 如果他不行就要拍一個有經驗去做 謝謝 我想請教 那個天台原來有很多東西看 我們是否可以上去參觀 理論上是 其實我們以前帶道照片 是在屋頂看的 通常我帶道照片 因為他們現在本身 雷生春那邊 他們應該也有一些導賞團 因為政府規定 因為他們投入這個項目 他們要答應 每天或每星期都會有導賞團 我現在不知道最新情況 你上網可能可以查到 就是說他會有導賞團 就帶你走 當然我自己也帶過 因為我本身可能帶其他人去走 那我通常的做法 我會先從外圍看一看 然後在屋頂看回地下 照計屋頂也是重要的 因為如果看我們設計方面 但是有時候可能 我不知道他怎麼安排 因為他屋頂其實也有一些 有一個叫做百草園 就是以前 你見到他應該放了不同的中草藥 可以做介紹的 我不知道現在的安排是怎樣的 那他現在做了 那個中… 沈會大學的中醫藥 那原則上他就是說 一至日都會開 是的 其實他會開的 你要預約 因為你要預約 才能上去 你下面喝涼茶的 就不用預約 但你上去就要預約 就是看病 但是如果我沒有 剛好有導賞團 但我自己走到那路 我也是可以走進去 周圍看 你只去到地下 你不能上一樓 因為一樓 你可能只去到登記處 我明白 因為始終都是私人地方 而且他也有些私密 因為始終有人看病 但未必想什麼 所以… 我就是這樣想 人家正在看病 你到處走 對… 所以一定要預早安排 至少他們會通知他 什麼時候有人來看 而且我們就算帶人上去 我們也盡量叫人靜點 以及不要影響別人 或者不要影響別人 對的…謝謝 我想看看現場會不會還有其他朋友有問題 請問為何他建立三層 是否當時的法例規定 還是其他原因 是的 當時應該是每個年代 都有他的法例 他應該在1903幾年 應該是… 可能一… 幾多… 我忘記了 例子 因為他… 例子隨著年代不同地改 1903有新法例 到1935才有另一新法例 他應該是… 可能是屬於1903那一批 當然他們是有些… 計數的方法 即是說 其實他… 如果你越高 你可能那個牆壁越厚 就是這樣 他這個… 至少是碩士 那時候一般都是… 這個高度 我記得好像有些都去到四、五層 但我不知道他是那時候 申請的問題 還是什麼問題 他只做了三層 即是連地下四層 那… 但一般來說 你見到都是… 那一批都… 通常是… 差不多高度 你以前舊的… 即是… 唐樓灣仔區 都是大概差不多高度 那… 林先生 網上也有個問題 那… 我也在這裡講一講 那… 第一個問題 就是… 有些朋友就想知道 有沒有一些關於 以前他做住宅的時候的 間隔的資料 其實… 如果你去… 他們有些舊照片 其實如果在現場… 我們在一層… 保育那一層… 他們也有些舊以前的家庭照 那家庭照 那家庭照是有拍到部分的裡面 還有他有一本書出了… 在地下的… 一本很厚的… 是… 說到雷生春的活化計劃的… 裡面這些歷史圖片 是有一些舊照的… 我記得… 有些照片就是… 他們在… 騎樓那時… 那家庭照片也是… 空曠的… 但是… 有一張照片… 是看到… 他們的騎樓已經封了… 有一個窗 但是… 他們一家人坐著… 拍了一張照片 所以… 可能是不同年代… 所以… 他們會有不同的做法 那當初… 應該就是… 沒有封棋樓的… 那麼… 網上也有第二些問題… 那麼… 香港… 其實也可能有些不同的… 鑽角堂樓… 那… 林先生會不會覺得… 那些是… 活化了… 也都比較有代表性的呢? 其實鑽角堂樓… 哪位是活化了… 其實… 我們知道… 鑽角堂樓… 有幾個… 例如… 南屋 巴路士街以前叫做動漫天地 現在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接著還有誰是活化了的唐樓 廣東道 上海街那些 上海街那些 其實也有一堆 但其實也不是很多 因為現在買少見少 還有一個問題 也是網上的朋友問的 在香港做一些舊建築保育 是不是很大困難和很多挑戰呢 所以可能有些業主也不繼續租用這些歷史建築去做活化呢 其實是的 第一 如果你有一個 你自己 問自己 如果你有一個舊樓 如果要維修保養 花一百幾十萬 那你會不會保持這個舊樓 那你可能已經拆了它 或者賣了給發展商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有很多錢 就算了 那些什麼 濕碎錢 但是 當你做一個活化項目 那時候 你太多 不確定的因素 就是 現在 第一 你不知道要搞多久 你不知道要花多少錢 你不知道要花多少錢 你懂得怎樣批 這樣批到還是批不到 什麼批到 什麼批不到 什麼批不到 有什麼可以拆 什麼不可以拆 什麼 其實是很多很多疑問的 令到 業主是會卻步的 所以很多以前的人問 我們現在已經好了 因為以前的人問 政府一列到它做 一級、二級、三級 是不是不能拆開 我很害怕 我真的列了 我怎麼辦 你不用怕 所有東西都可以拆開 但是問題 就是 真的 太多 不明確的因素 因為剛才說 如果你要符合現行的 建築物條例 又要 譬如說 政府 在保育的立場 覺得是要怎樣 所以 很多問題 因為 其實這樣說 你如果現在有一間 舊樓 一間戰前樓 如果你不改用途 是不用入職 不用理會 因為 你是在住的 或者是在用 就沒事 但當你一改用途 譬如說 你現在是住宅 你要做一個 譬如說 中醫藥館 或者做一個餐廳 那你就大問題了 第一 你規劃 這個位置 可以不可以做餐飲 或者做一些商業的事 可能它是規劃 有些市區也好 市區通常一般來的 舊樓 就是商業也可以 住宅也可以 但有些位置 要看規劃 可能只是讓你做住宅 或者讓你做商業 那你轉用途 可能要申請規劃 改規劃 那你就要做一段時間 接著 就算被搞到了 接著就要入職 入職要跟建築物條 那你夠不夠走火梯 你夠不夠位置放升降機 夠不夠位置放水缸 那一堆的問題 那你又要去看看擺不擺到 那通常你在入規劃的時候 你應該知道了 因為入規劃的時候 基本上你已經差不多 畫了份職了 也叫做差不多 那一天還沒進入 讓政府批准 你都不知道是否批准 或者批准也有很多條件 或者要求 你不知道 那你建築的時候 也有很多問題 例如地基行不行 或者你建築的時候 跟建築物會有機會倒下 你可能要做很多保護 你才能建築 那你又不知道要花多少錢 所以這些很多問題 令到真的很多人不敢做 林先生不好意思 還有網上的問題 有網上的觀眾想知道 石屎建築的壽命 會否通常可以有多久 或者你們在雷新春做工程的時候 有沒有研究過它的結構 可以維持多久呢 石屎建築其實在之前 我們做中環街市 就是討論過這個問題 那就是說石屎建築 可以維持多久呢 有人就說可能一百年 但是我又覺得其實是 怎麼說呢 建築本身它可能都可以再長命一點 因為我覺得其實石屎建築 有點像等於中國的木建築結構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中國的木建築結構不會 有些成為九百年都有 那些什麼佛光寺那些 但問題大部分都是 預料是要更換的 例如新界 很多舊的建築 其實你還是要換糧 換整個屋頂 其實如果你是用這個角度 這樣看 其實石屎我們有剝落 我們有爆石屎 有些鐵會生壽 那你就撿回它 那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們做中環街市 其實很多石屎 我們都要再撿回 那他說 其實這樣它不可以延續它的生命 所以我覺得又未必 只是一百年 那現在石屎發明 就是我們說 1911年開始 現在都過了百年 很多建築物仍然在 所以我覺得其實不是那麼短 應該 謝謝林先生 那現場會不會還有朋友想提問呢 好 等一下 我想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 現在很多建築物 又會被政府判的為 一級二級三級 例如現在好像在這裏邪對面 剛剛最近幾天說過 尼敦道和奧斯丁道那間樓 這樣說 那現在的業權應該屬於私人 對嗎 是啊 但是現在判了之後 那這個業權將來屬於誰的呢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維修啊 或者將來來的得益 收益是屬於誰的呢 其實是這樣的 業權始終都是業主的 除非政府跟它買了它 那很多時候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之前河東花園 河東花園 其實它都是業主的 但是政府可以評級的 即使你業主不同意 都可以評級 評級我們覺得是 只是一種機制 就是告訴別人 其實它有什麼價值 而不是說 因為平了級 而你不能拆掉它 或者擁有權不是你 它只是一個參考 但是當它如果真的可以做到 剛才說的 這個如果變成了 DK Monument 即是發展古蹟 那你真的不能拆掉 但是當時河東花園 還不是怕打官司 就是要賠幾十億 那後來政府覺得 真的不值得做 所以就算你政府 曾經試過 將它成為臨時的法定估值 但是臨時的法定估值 在法例上只能讓你做一年 即是你一年之內 一定要跟業主談判 如果談判的話 你也不能再臨時的 那你不可以打官司 要不可以賠 對嗎? 就是這樣 我想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這次的項目是最棘手 可以大聲一點嗎? 是 最棘手 就是你做這個項目 最棘手 在哪裡? 其實最棘手 就是你怎麼做一些事情 人們看不到 即是新的事情 其實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每天都面對一些 例如如何做建築物條例 或者如何調整機電 這些結構等等 但是剛才所說 就是我怎麼做出來的效果 其實 你說要看到有通透 那你要用什麼方法 用什麼物料 用什麼手法 令它通透呢? 有些地方你要去 特別要去處理 剛才那些機電問題 走火問題 那你怎樣去 或者那些相殘事的出入問題 那你怎麼可以做到 其實那些人是很不覺得的 即是他們的主要 主要的那個 主要的那個 主要看到的東西 都是一些舊東西 那就是我們最大的挑戰 那你說裡面 其實可能要配合很多東西 去試很多東西 才可以做到一個 比較理想的效果 那我也不敢說 這個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東西 已經是叫做 妥協了 即不是說最理想的地方 因為我要跟 剛剛建築物條例 剛剛建築物條例 剛剛那樣 或者業主的要求 但是只能夠盡做 好 吳祥 會不會最後一條問題 林先生 麻煩你 我有兩個問題 我想問一支旗桿 他有沒有真正的作用 還是只是做裝飾 如果是有真正的作用 他是掛哪個國家的國旗 還是區旗 還是他自己的企業 有支旗 是每天掛還是特別日子 第二個問題 是關於地鋪 第一代 他的業主是做中藥 其後 他的後人 是不是分租了地鋪出去 好像剛才說 是做燈飾 除了燈飾 還有沒有其他行業 是這兩個問題 好 第一個問題 旗桿其實是一種建築特色 剛才說的 Art ECHO 就是裝飾藝術風格的建築 很多時候會有一個旗桿 所以你看到 其實 你留意一下 其實香港也不少建築物有旗桿 尤其是 一個例子 例如你去大館 旁邊 一座建築物 有一個圓形窗 其實它有旗桿 劇桿的年代也是很旗桿 那旗桿當然 它可能也有某一個作用 大問題是 即使我們做現代建築 我們有時都會擺旗桿 因為有時 有些喜慶 有些人喜歡掛旗桿 即是喜歡掛旗桿 但現在就不流行 我也做過一些建築物 業主說 你要加一些旗桿 三支旗桿 有些什麼事 有些人喜歡掛旗桿 那是有的 但在這個特別的例子 其實它是 我看不到有舊照片 它有掛旗桿 也沒有什麼留意 舊照片 但是那時候 我覺得是設計的風格 而且那時候 我想也是 除了政府機構旗桿 你知道有時是 落半旗 它的功能上 旗桿的作用會比較大 但一般 如果以私人來說 其實旗桿的作用應該不大 難道它無緣無故表態嗎 所以我們也看到 基本上是一個設計風格 多於一個功能上的東西 如果是避雷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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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些東西 它要接近 但是你看到 其實是 我們最近做過的 中電 中電也是一支旗桿 它真的有掛旗 但是 我自己感覺上 這個就是 裝飾性多於實用性 另外地鋪 其實它原先 已經分間開了 因為原先 它是 你看到 我們要拆掉牆 其實本身 它那個轉角位 都是它原先 要來買中藥的 其他那兩個 其他後面的位 其實之前 都已經分了 出來 可能它收回一些租 來幫補一下 另外就是 它之後 做過不同的行業 但是我現在 還不太記得還有些什麼 其實也有紀錄 應該大概有些什麼行業做過 多謝各位的提問 時間都來到這裡差不多了 都請大家再一次熱烈掌聲 多謝林先生 這麼精彩的演講 多謝多謝 我們《古蹟辦》 接下來其實都會繼續推出 不同的主題的 專題展覽 講座和其他活動 請大家繼續留意 我們《古蹟辦》的網頁 和《eNews》發放新的消息 多謝各位